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觉得真人秀的话就是向观众展现真实自己吧 观众眼里最扯的搞不好就是最赞的 展现真实自己吧 你最扯的搞不好就是最赞的 我们三个都不是靠我们是互相靠 在智商方面可能就真的也没有碾压了 其实也就是不分秋色的 这个哥哥 我还叫哥 姐 都是哥 你怎么这样呢 都是哥 坤哥就是大哥嘛 那根哥就是多才多艺嘛 那真哥就是干部 老干部 林真哥就是本质的 大鹏哥就是比较机智的 没有 这真没有 我是一个我生活完全能自理的人 但是一开妈妈的妈妈会有点担心 已经清白了 在这个节目里面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不该发生的好像也发生了 我会准备非常高高的 满通过一些游戏 所以每次去一个新地方的时候 都会有一种期待和紧张感 我很喜欢这个演员 多走就走的旅行 我还没有事吗 会友他们都教会我很多 就跟大鹏哥学的东北话 也有点跑偏了 这也挺好奇 也有跟根哥学点韩文 大家都同理啊 你说谁谁谁谁谁谁 谁谁谁 不得了 跳伞 潜水 滑翔衣 滑雪 滑板 每天晚上可以跟各位大家都睡在一起 就是非常奇妙 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大晚上睡觉 我还是要看一下睡觉好不好 我也睡觉 我就光看睡觉的时候 还有手段机 就也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祈祷我没有踢被子 什么 那不就因为我 你看 这个问题可以过了 他们都是太棒太棒的导演和演员 如果有机会能和他们合资的话 那简直就哇 哇 哇 想都想不到梦里的事情 其实我经常 我也是演员 我也是演员 知道了 知道了 几乎不联系 你不是昨天还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嗯 对 也没有经常 平时就会 没事就会聊聊天 对 两三五天吧 差不多 他叫我 我就叫他叫他浩然 他好像就叫我浩然了吧 有欢迎 我记得他好像是叫的我浩然 我叫他三十 因为我看大家都叫他三十 这样子 我俩都打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 不过我们俩都是学生 都没时间打 我玩的游戏可能比他多一点 因为他毕竟现在是在高中 我已经大型 他肯定打不过我的 虐坛肯定是没问题 他玩的没我好 肯定比他强 我是吃 我们俩经常讨论吃啊 我就是各种吃 我们两个有一个比较共同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两个都希望自己成熟一点 我们两个其实都不太习惯小鲜肉 如何变男人啊 啥啥啥 如何走成熟路线 他当时整个人是拒绝的 成熟男性的话题 转变成真正的男子汉那种男人 就是一些特别冷的一些段 就是那根黄瓜上的好好笑 冷笑话很 大便和小便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有一天大便和小便一起过马路 小便不小心让开完了车撞死 然后过了很久之后呢 有人就看见 这不怎么讲 卡了从来 大便和小便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有一天两人手拉手去过马路的时候呢 大便被车撞死 然后过一会儿有人看小便蹲在路口 一直在哭哭的很伤心 然后就有人问小便说 小便小便你怎么了 小便说 我小大便了 成熟男性的话题 他是肉 地瓜丸 就这个圆圆的那种 他不喜欢豆雷和枸杞 豆雷不吃 泡茶里面什么枸杞啊 大枣那些是完全都不行的 我是讨厌榴莲 他不吃榴莲 这个我知道 他好像没有什么口头船 不过他在我面前 特别喜欢以他是成年人的事实来碾压我 讲道理的话 这是我最近才特别喜欢说的口头船 每次都不说 哎干嘛 我是成年人呢 我还有点难救世了 他好像没有什么常说的口头船吧 我没有口头船 人特别好 每次见我都嚷嚷着跳减肥 笑起来特别乱 我每次感觉他在四九 你特别帅 你哪儿胖 就是特别忍受不了 他比我瘦很多 然后他每次在说减肥 我都不太好意思吃 有啊有啊 他最近那个电影 他人街坛 他人街坛 还没有看 特别想去看 最近有点忙 特别想去看 他感觉肯定很好 他好像最近在录二十四小时吧 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 姐姐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看他就是整个字 眼神幻散 我感觉他整个人都不好 准备越来越好 不要再提减肥两个字了 别在我面前再提 Luno最近我一直都不太吃完饭 永远有好兄弟 在哪里 我懂得有好兄弟 说得来的 你更好兄弟 你不太吃了